不知道大家平時喝可樂時會不會很講究呢? 可口可樂日前宣布重新推出玻璃進裝 不少網民都覺得很期待 說玻璃進裝才是真正的可樂 亦是最好喝的版本 不過可口可樂網站 原來一直都有提供正確喝可樂的步驟和方法 根據官方網站表示 可樂的絕佳口感是在攝氏3度 所以應該儲存在3度的雪櫃 而且一拿出來就要馬上喝 另外可樂要用玻璃杯裝 如果要加冰塊 最適合的份量是杯的3分之2 不適宜太多或太少 最後加一片新鮮的檸檬 就可以令口感層次更加豐富 一眾網民知道後都覺得很驚訝 說自己一直都做錯了 未能夠喝到真正的可樂